李氏呀 你脑子是被电击了是吧 居然这么肉麻 你个笨蛋 以为我会这么轻易地就放弃了 不可能 为了吃 我的潜力是无限的 好 这么快就来了 是你们 你好 你们怎么来了 你干吗 我来了你就不能高兴高兴啊 可是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万一我还不在家呢 其实早就该来了 实在是太忙了 而且过两天还要巡演 实在脱不开身 好吧 来 我之前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来 让我们举杯 一起庆祝施亚的独立 大半夜的跑到人家家里 还喊什么独立 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 这个人好帅啊 我下个月要去国外巡演 一个月看不到你 现在看个够 我拍照已经够辛苦了 你就别在这儿捣乱了 你是跟其他男人一起拍的吗 当然了 帅吗 高吗 帅 高 世雅 你最近怎么喜欢看童话书 我 我最近迷上看书了 识幻 我现在已经快要饿死了 你能不能帮帮忙 天护旧集啊 你怎么也这样啊 一个心把就够我受的了 喂 放手 没经过我的同意 不准动我的储备粮 终于活过来了 就碰 喂 你们俩是把我当充电宝吧 再说 隔壁那个不是挺美味的吗 干吗把自己饿成这样 对 我就说嘛 世界上好吃的有那么多 干吗要死盯着一个不放 下次找到可口的 就要像禽兽一样冲上去 禽兽 我像那种女孩吗 说什么呢 像 这个世界上 也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会不加思索 说出这样的话 可是我是吸血鬼啊 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我们出生到现在 就是这样 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狩猎不都是为了生存吗 但他们人类 只会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们 偶尔误会我们 没关系 不要太在意 换我说回来 你的捕猎技术真是为零 不要 要是换做其他人 肯定会小心翼翼地 不让人误会 你倒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冲上去 你是没有进化好 还是因为准啊 闭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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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你 你说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的失忆本来就比较强一点 你爸妈也比较担心 是呀 你真的很特别 我当然很特别啦 与众不同 快说说 我哪里与众不同 就是 胸部尺寸 跟你姐姐比起来 你再跟我胡说八道 再跟我胡说八道 我打死你 别打我了 烧米花